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再次收看股壇私見 我是市記錦的李浩德 在旁邊是小泳青先生 小老闆你好 你好 先生 這星期大家有得震無得睡 上個星期美股急跌完 打算彈一下 結果大家 無論是Dowjones或港股 都回到26,000 這個情況 先生你有甚麼最新的看法 其實美股之前 當中國出現疫症的時候 即是我們每個農曆年的時間 他仍是施新高 認為這個可能只是中國的問題 當然股債會也是新高 但實際上現在一開來 其實很多國家都 在防疫方面 沒有中國做得那麼好 亦沒有條件 好像中國做得那麼好 最新的數字 我們全球 差不多有15萬宗的個案 中國大陸的數字 相對來說 有少許受控 新增的個案 治療的個案 亦是增加的 比較厲害 歐美 日本、韓國 都比較差 因為 我見美國 疾控中心 說 有多少人測試都不公佈 亦有些醫務人員投訴 拿不到測試劑 想測試都不能測試 聽聞很貴 好像測試劑要幾千元 日本也要錢 現在日本好像已經 政府出 美國也有消息政府出 但是那些測試資源 現在連擇控中心都 不是很足夠 一個不足夠 亦無法作主 因為特朗普把權授 給副總統彭斯統籌 他們的處理方法 似乎中國大陸的測試 其實我自己覺得 他們的處理方法 都是一個現實的考慮 就是 這隻病 傳染了病徵輕微 不是每個人是肺炎 所以現在日本的做法 不是現出新冠肺炎 除了有病毒之外 每個人的身體反應不同 有些人 去到上呼吸道 已經頂住入不了肺炎 那些物件 叫做家裡休息 政府的資源有限 只能夠 將資源 用來治療重病 減少死亡率 如果全面 去測試 感冒又當以此 因為實際上 這個病和感冒的病徵差不多 每個人都可以測試 把國家的醫療資源抽光 美國醫療其實 已經很緊張了 沒錯 而且 一緊張 還說 每個人要戴口罩 所以美國 其實是呼籲 那些人沒有病就不要戴口罩 你不要搶了 醫療人員的資源 因為如果 每個人 太恐慌的話 又 封關 又 空辦公室 甚至停工 社會付出的代價 是很大 經濟活動 當然 另一個角度 如果這麼鬆 是不是 越蔓延越 厲害 我相信有些國家已經打定輸數 預期全部都演 演得就演了 正為一個大流行的 可能 這種取態 令到 金融市場 要作最壞打算 全球都可能 會 普遍蔓延 但是如果每個人都是這樣的做法 聖命 人命可能 會損失一點 但經濟 反而承擔得起 所以 市場的反應 都是 幾波動 沒錯 一輪拆了3000點 是 打中手 又29000 彈回1000多點 又再下跌 到這一刻 看到的情況 美國的波動 但是香港和內地的股市 已經沒有那麼波動 好像A股最近 也有升幅 如果A股計算 最好當然就是深圳 甚至乎 上證到現在 都算是 年初到現在 都算是正數 相反 美股 港股 都算是 基本上大部份的環球市場 跌幅都不小 因為 之前 舊市 聯儲局 一減 0.5厘 平時 減開都是 0.25厘 聯儲局是一個 特別的減息 不是討論 減息 不是以息的會議 通常他們每兩個月會坐下聊天 聊聊息口走向 這次突然間 開完G7會議 突然間回去了 有些人覺得 聯儲局現在 都被 騎傑了 政治傷 需要騎傑 特朗普要選舉 最初 他說不會聽 特朗普之敵 他自己判斷 過去的12個月 大家都似乎 如果最近出來 美國的經濟數字 不是差得那麼厲害 這些是公佈出來的 但是 我相信聯儲局 在美公佈出來 他都拿到數字 他知道 經濟不是那麼差 經濟不是那麼差 做什麼 要解釋 救股市 盤利領 救股市 靠來做什麼 都是政治 政治意味比較多 所以 我自己 覺得為何這麼波動 因為兩種力量 都要在座 較量 一種就是 實體經濟 看來要旺下條 但是 貨幣因素 息口因素 要推薦市 股價 是可以 有支持 有支持 但是 我看到 黃金 都是 搓上搓下 都很厲害 上星期五 上一集 我們拍攝完 之後 當晚 有一個 很大的跌幅 近年 單日 幅度 差不多4% 都很厲害 幾十元 一晚跌了幾十元 不過 我們今天拍攝 一個禮拜後 又去到1670多 有一個高位 我自己看 跌的原因 可能就是 最壞的打算 就是 經濟不好 然後 通縮 價格下跌 這是最壞的打算 但是 如果政府用 減息 寬鬆的貨幣政策 資產價格 都會上升 所以 暫時 反彈上去 要它下跌 都不容易 這段時間 無論是黃金 無論是債息 債券 其實都很硬 我剛才聽你說 出現負利率 即是名義負利率 美國 今個禮拜 歷史性 美國長息 跌破1厘 最新只剩下0.8 這幾天已經很厲害 30年 一厘半 一厘半 其實名義 實質上和通脹比較 已經是負利率 不過很快 跟歐洲 日本都差不多 實際的名義利率 都是負數 所以 美國說 一些統計數字 經濟好 跟這種狀況 我覺得 不一致 如果 經濟好 做生意有錢賺 如果這麼低息 應該借錢來做生意才是 現在 應該做生意不容易賺錢 如果做生意有三厘五厘 借這半去做 也有好處 去年大部分 美國公司的盈利 都是用來回購 不是用來再回購 股價上升 因為回購 大部分的錢賺回來 都不是用來再投資 賺回來的錢 不是抗充生產 抗大規模 多開幾條生產線 多開幾個分店 他們不做這些 唯一會做 有個行家做得不錯 就收購了 因為這樣 對市場競爭 不會帶來 壓力 只是買了別人 所以都是買資產 但是這些做法 沒有增加工作崗位 對經濟 對GDP是沒有好處的 這是現在整個世界的情況 生意難做 實體經濟要增長不容易 但是 錢多 價格就不會下 我相信 各國政府 都會走這條路一段時間 直到人們對貨幣完全失去信心為止 接下來這段時間 經濟有很多 上上落落 繼續都是印銀子 今年會否 中國股票 例如A股 港股 是否要看港股 A股 我自己看 越是實體經濟有危機 越是難救 好像金融海嘯後 都比較難救 政府 越想辦法救助市場 所以 金融市場 衝擊一輪之後 我認為 消化了 之後 會上升 不需要 過分悲觀 過分悲觀 香港 中國大陸 過去幾年 都是落後大股 過去年已經練習好了 逆境自強 所以我反而對 A股 對香港 港股 我認為 之前 美股跑贏了我們 遲些 可能 港股A股 跑回 快一點 這段時間 已經開始見到勢頭 希望 今年也繼續 港股 A股 可以跑回好一點 今集時間差不多 多謝先生 各位觀眾 多謝收看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們的節目 記得去到以下的網站 給個like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